赵公明的金娇剪叫人家给破了 他正在大仗这儿难过呢 文太师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好了 忽然呢 来了好多道人 求见文仲 他也是文仲一见呢 当时都乐懵了 怎么回事 来的这些位啊 都认识 感情 这是金敖岛的 十位岛主啊 十位岛主来了九位 这九位都是谁啊 其中有赵天君 秦天君 董天君 袁天君 孙天君 白天君 王天君 张天君 还有一位金光圣母 这不是九位吗 以前来过一位 已经在这儿大战了一番了 只战的江子牙是一筹莫展 根本呢 都不敢进人家的阵 谁呀 就是摆下落魂大阵的 那位秦天君 这文太师想不到啊 怎么能惊动这么多高仙 啊 感谢诸位啊 前来助我 哎呀 是哪位掐算出来 我文中有难呢 哎 哪是什么谁掐算出来的 是你交了一个好朋友 就是那身工报道友 是他把我们给搬请来的 哎呀 文道友 难道我们就站在此处说话不成 有人不得高兴了 怎么回事 你看到你大营里了 也不知道让到中军宝藏中一坐 或是给我们找个什么清静的地方 就站在这儿这么说呀 文中一听 哎呀 罪过罪过呀 我文中啊 都有点乐糊涂了 我正在难中啊 诸位道友 能前来助文中一臂之力 真乃 我天子这洪福耶 他当即传令啊 一方面在保障中 招待这些位道友 马上设摆香案 焚香 备酒 另一方面呢 就在这大营前 也搭起一座炉棚 咱搭这个炉棚 必须要比西齐城搭的那个 要宽敞 要搭起 要豪华 哎 一定得够气派 而且还得挂起一块金扁 挂金扁 写什么字 写会心台 你别以为你西齐江子牙 玉须宫门下 有那么十几个弟子 有那么一帮神仙 你看看 我文中的道友 说搭就搭呀 嘻嘻嘻 那台子就起来了 那么快呀 啊 好吗 别忘了这外马军中有工兵啊 搭那么台子算什么呀 豪华 那就豪华吧 是什么像样的东西 采筹采断 一切等等 该包的包 该裹的裹 该围的围 就骑着咔嚓 把这会仙台搭起来 文中请各位道友 登台一续 来到会仙台上 这些个道人这么一看 这还差不多 文道友 我们正想 要告诉你一声 告诉什么 你看人家 西齐城前有炉棚 那你别把我们呀 全请在这个中军帐里去 我们又不是你手下的武将 文中一听 列位道友 言之有理呀 把道友们都安排好了 他亲自 没人给 斟了这么一斗素酒啊 一斗一斗喝呀 这酒量还都不小啊 这些位 来得真是实话 现在文中啊 他难怪激动 他不仅对这些为道友 我们意想不到 他们能够出山帮忙 离开京都到这来助我 他更感谢的 就是那位深宫报道友 你说这个人啊 给我帮了多大的忙 他把这些人居然都给我请出来了 是怪难为此人的呀 哎 文太师这么想就对了 怎么回事呢 你说这些深宫报 也不在朝中为官 跟这个文中文太师也没有什么深究 反正相互知道这么个人 没想到他给我出这么大的力 帮这么大的忙 这文中能不感谢吗 你还别说 还真怪难为这深宫报的 合着西齐城这大战啊 这深宫报啊 是一会儿也没闲着 哎 他见着人呢 就叨叨 就叨叨这江上江子呀 哎 不应该呀 他去斩将封神 他没有这个资格 哎 应该是我的差事 可是我老师呢 被他给蒙哄住了 哎 我家教主啊 就是我们的掌门人 软使天尊 我这个老师 因为先到太高了 高的他呀 都有点糊涂了 他就偏听偏信 相信了这个江子呀 让他呢 下山去封神 而且这江子呀 夸下海口了 他都跟我说了 是瞅谁不顺眼 他就把谁 给送的封神绑上去 这个深公报啊 是真敢说呀 他得什么说什么 到处搬弄是非 他找这些位天军去 就把他所想的 还有他想不到的 就顺口开河 这么一通胡云 把这些位都给说懵了 深公报告诉这些人了 你们要是做个整人情 你们现在就去啊 帮着你们那个师兄弟 姚天君 去助这个文仲 文太师一臂之力 扫平西期 把江上江子呀灭了 要不然的话 江上 那么他收拾完了文太师 他就要到这个京傲岛来 不仅京傲岛啊 可能啊 有这个修仙了道的地方 他都要去一去 他瞅着谁不顺流 看着谁别扭 他就把谁给斩了 他就告诉谁 封神榜上有名 你们的名字 我都亲眼见过了 开始啊 这些天君都不信 你想这个深公报 你说 你说这话有谱没谱 怎么 我们跟这江子呀 也不认识 他干嘛收拾我们呀 他凭什么 把我们送到封神榜上去啊 我们跟他不熟啊 深公报一听 你们跟他不熟 我跟他熟啊 我们是师兄弟啊 这些个天君 也觉得奇怪 哎 你喝得熟也罢 不熟也罢 你怎么知道 这个封神榜上有我们的名 我亲眼看见的 深公报急了 帮啊帮的 一劲直垂背 他 他垂背干什么 其实按照深公报的意思啊 是拍那个胸脯 哎 一拍胸膛 表现的个意思呢 就是真诚 哎 我不是跟你们车谎 但是他脸朝后掌着呀 他一急了 啪啪 可不就拍击背吗 把这些位看的呀 都乐了 啊 行了 行了 有话您慢慢说 您不用啊 又捶胸 又捶背的 你在哪看见的 我截过封神榜啊 嗨 别提了 这位道友 要不是因为这封神榜 你们想想 我能这模样吗 大伙一想 我们正想要问问您 怎么 您好端端的一人 怎么俩朝后掌这 嗨 别提了 就这个倒着梅的封神榜 把我给坑他 他就把这个经过 说了这么一遍 众家天君这么一听啊 嗯 这个南极老兽星 确实有点欺人太深 这江子牙呀 也不讲师兄弟的义气 哪能对他师兄这样 就是吗 会说不如会听的呀 诸位道友 哎 虽然他把我骚禁成这个样 我也不记恨他 但又一样 他不能 把这个仙人都杀尽斩绝啊 我虽然是玉须门下的弟子 可是你们要知道 就是散仙也罢 哎 各处的明仙也好 那跟我都是朋友啊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们 都上封神榜呢 大伙一听听感动 哦 那你来到这儿是干什么呢 我告诉你吧 你们那个道友 姚天君那个阵也完了 落魂打阵也让人给破了 简直啊 姚天君也性命难保 现在找公民在那儿 也走投无路了 他有的没的这通说呀 把这些位天君都给说晕了 大伙一听 我们也到西齐城去看看去呀 啊 他凭什么杀害我们师兄弟姚天君 我得问个明白 再说 我们跟江泽把封城榜要过来 我们看一看 上面是不是有我们的名 要有的话 你赶快把我们全都给抹掉 咱们就善把甘休 如果要不去 那我们就 不能饶恕这个江泽阳 别等他送我们 我们把他送上去得了 申公报一听 哎呀 列位道友 那就太对了 其实用不着啊 怎么用不着 您只要是 到西齐城一去 到那一看就全明白了 这可应了那句话 明眼人一看是变知敦迪呀 啊 然后呢 你们可以质问质问江泽阳 他无话可说 也不用跟他废多数话 您就把封神榜拿过来 让我申公报 去封神 不是就得了吗 大伙一听 言之有理 我们去看看 这江泽阳这么厉害 哦 不招不惹也不行 我们不上西齐城 感情江泽阳有着一天 还要找到金熬岛来 挨着个儿的洞府 跟我们算账 你这不有点欺人太甚吗 这话别人说 我们不会相信 因为什么 八杆子打不着 这我们信的 这深宫报不是别人 那是江泽阳 天师兄弟呀 他们在昆仑上 一起学道数十年 那深宫报道友 能说谎话吗 我们去问个明白 这些位吸了呼噜 就这么就来了 你说这文中文太师 能不感谢这深宫报吗 所以他是激动不已呀 也不知道怎么款待 这些位道友好了 待会一看 哎呀 文道友 你别忙喝了 哎 先等等等等 咱们大家有说有笑 我们赵道兄 这是怎么了 大家都看赵公明 觉得奇怪 怎么一言不发 两个眼睛直登登 就这么瞪着 这个人呢 像傻了似的 你说这 这好端端一人 这怎么了 文太师一听 哎 列位道友 你们来得太是实话了 不用说别人呢 光是我文中 就有点走投无路了 你说这个洛魂大阵 摆在这 可是他们是二大弟子 也知道这个洛魂 真厉害 但是他们谁也不着边 他不进阵里来 那你不能出去拽他去 说你不进阵 我把你拉进来 这不行啊 可正在这时候呢 哎 赵道友 来住 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 跟着众天君都说了 哎呀 众天君这么一听啊 我说 高先也怕 玉世迷啊 你就是神仙 我看玉生事啊 也有掰不开镊子的时候 怎么回事 也有发懵的时候 你何必这样呢 赵道友 即便你有这个宝贝金交件 也不要轻易把它记起来 你看 你就利用这个洛魂大战 不完了吗 啊 谁跟你 要比试较量 你就把他引到镇中去 又省时时又省力 到镇中 让我家贤弟 一把洛魂伤 就把他给打到里头了 话还没说完呢 就在这会心台下 有人大笑一声 哈哈 道友言之有理啊 大家一看 哗 姚天君来了 他在镇中听到了禀报 说众家道友 都到了城堂大营了 他特地赶过来 来迎接各位道友 有人把姚天君给请上台来 哎 姚天君问这些位 你们给谁出主意 要利用我的洛魂阵 哎 我这正闲暇无事 没人敢进我的阵来 大家的一言我一语 这一说呀 还真给赵公明提了醒 赵公明一听 哎 那位道友 说得对呀 你就把这个破道人 就是这个穷道人 就是这个穷道人 甭问他是谁了 也不用问他道号怎么撑了 也管不着他从哪来到哪去 他不是把你金交眼给破了吗 你就把他领到这个镇里来 一把神杀把他给打到里边 不用说呀 这个人的性命保得住保不住 起码说 他怀里那件宝贝 那葫芦 能冒白烟 啊 往外飞白线 那这葫芦不是就归你了吗 也可以敌注这金交保险了 你对穷小娘娘 也算有个交代吧 哎呀 赵公明一听 真是当局这么一谢过 各位道友 哎 不必道谢 哎 姚先帝 你就助咱赵道兄一臂之力吧 姚天君一听 那还有什么说的呀 我今天把落魂站是四门大开 赵道兄 您从哪个门 把这个穷道人引进来都行 我让他有来无回 只要一进我的落魂镇 他就算完了 赵公明一听 我谢过各位啊 打了个记手 随后吩咐弟子背后 出征 骑士老虎 就杀的镇前来 点名桌价 哎 叫那个穷道人来见 他也不知道这穷道人走没走呢 哎 让他这一叫证呢 哎 还真叫证呢 怎么回事 人家这位没走 为什么呢 这位道人知道这事啊 不算完 因为我把他金交箭给破了 赵公明啊 肯定 那是怀恨在心啊 因为他回三仙岛 没办法交代 哎 他一定 得跟我要个说道 我不能这样破了人宝贝 没头一走 那把这些事都交到这个西齐这 你让丞相江子牙 怎么去解释啊 让十二大弟子怎么去说呀 话又说回来了 这位仙长也看出来 这十二大弟子啊 都有点难以取胜 恐怕 不是人家赵公明的对手 所以自己来的还真是实话 那么这些位 呃 仙人呢 就是他以真人谈 哎 清虚道德真君 文术广发天尊 这些位 还真有点担心呢 哎 这位道人 到这露一面 哎 然后 把人家宝贝破了 他走了 那这事可就不好办了 可这位没走 说他 得一定 有个交代 就跟这赵公明啊 哎 得说清楚 我没别的意思 我也不想伤害他 我就想把他劝回峨眉山 这一番好意 如果他要不走 那恐怕就要引来杀身之祸 这个道人这番话 欲须门下的这些位门人一听啊 也将信将疑 怎么回事 说要是破了赵公明的这个法宝 有情可原 哎 因为落宝金钱 都能把他定海神珠收回来 可不知道这位道人 使得是什么宝贝 那小葫芦里呼的一下 飞出一股白烟 居然就把金交俭 给缴断了 这位是来头不小啊 但是能不能说制服了赵公明 这还得两说着 现在赵公明又到镇前来了 这位道人站起来 列为道友 缘有头债有主啊 既然我到这儿 是为赵公明来的 那么我还得跟他交说几句 咱们回头见 说完了 这位又抬上下来 踢了他拉 又走到赵公明的跟前来 赵公明你看 好啊 道人 你还没走 哎 这位一听赵道友 我劝不走你 我怎么能走呢 那么今天你来见我 甭问了 你一定是想明白了 想跟我交代几句 你想离开此处 那好了 只要是你能走的话 我那么亲自送你到峨眉山 都可以 哎 至于啊 我破了你的宝贝金交俭 你不必忧愁 我可以陪同你一起 到这个三仙岛 见几位娘娘 把这事情解释开 赵公明一听 休得啰嗦 你少说废话吧 我不是来跟你讲和的 我有一个去处 你敢跟我去吗 这道人一听 什么去处 就是此阵 说着赵公明用手 这么一指 八代黑虎 就奔落魂镇去了 这位道人也没客气 踢了塌了 塌了两只大鞋 是随后 就追呀 这位道人也没客气 这位道人也没客气 是随后 这位道人也没客气 是随后 这位道人也没客气